综合俄新社 联塔新闻网等多家俄美最新报道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维杰夫9日在社交平台Telegram上发文 批评美西方媒体关于北溪天然气管道被一个亲乌克兰团体破坏的说法 他称这是愚蠢的美食宣传 据媒体此前报道 在美国调查记者直指拜登政府是202年9月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侦凶后 美国和德国媒体本月7日不约而同的发表报道 称是一个亲乌克兰团体破坏了这一管道 纽约时报的信源是不具名的美国情报官员 德国电视一台西南广播公司和时代周报这三家德媒的信源是不具名的多国消息来源 这些德媒还称执行破坏行动的具体人员共有6人 分别是一名船长两名潜水员两名潜水助理以及一名女医生 他们从波兰一家公司租借了一艘船 于202年9月6日离开德国罗斯托克港 调查人员发现这艘船7日在丹麦附近海域被发现 及北溪管道爆炸事发现场附近 西方媒体迅速转发扩散这些报道 并试图论证其可行度 不过似乎并不成功 乌克兰政府高官第一时间撇进关系 称泽连斯基政府绝对与此无关 俄罗斯方面则批评这些报道 是西方协调一致的虚假宣传活动 目的是转移公众注意力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茨科夫8日说 这不仅仅是诡异 更像是一场可怕的犯罪 综合新社报纸报等多家俄媒报道 在纽约时报披露关于北溪事件更多细节后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沃森 当地时间8日在推特上发帖称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无法证实纽纽约时报这篇报道 沃森海称 纽约时报报道中匿名人士发表的言论 并非基于美国官方发布的情报信息 而且里面的消息人士 也未获授权代表美国政府发言